这不会杀死他 但会使他受苦 救狮子狩猎斑马 这只母狮领先大约300英尺 他扑向斑马 使其翻越斑马并翻到背面 然后摔到地上 一旦捕获了斑马 狮子群的其他成员会协助准备食物 与此同时 幼崽们在等待晚餐时四处嬉戏 每年超过100万只脚马和斑马 涌入Serrindaddy大草原 使那里成为生活在那里的 捕食动物的天堂 但当这些兽群再次迁移时 会发生什么 猫科动物会尽力充分利用机会 在这个视频中 他们捉住了一只年幼的愚蠢斑马 当狮子袭击斑马兽群时 其中一只斑马选择了崎岖的道路 因地形而减速 这给了狮子一个优势 足够的时间来制服斑马 并完成捕杀 以只狮子群协同合作 来猎杀一只斑马 这是一项冒险的任务 因为斑马比狮子大得多 可以用蹄子踢死他们 但猫和动物从四面八方袭击斑马 其中一只狮子 将斑马迫向了其他躲藏起来 等待伏击的狮子